聪明人 云古教他断无修宣 你的秘密会改 你的寿命会延长 净事巨人你可以得到 他相信了 回家就发了个愿 做三千庄善事 他没寻想记下来 三千庄善事 这个愿意发了 到第二年参加考试 就变化了 第二年考试 孔先生算他是第三名 他考取第一名 公家给他的米业也增加了 所以就真的应业了 所以更努力 一生 到最后全家 行善 既得 没有儿子 他求儿子 就真的 生了个儿子 那儿子好像给他生了十个孙子 他在晚年的时候 儿孙满堂 寿命53岁 他活到74岁 就是延寿21年 本来公安运的最高是个小小的支线 结果他做的是个很大的线 保底支线 保底是直接归皇上官的 就好像一个特别使 好像一个特区 手掌一样 那么高的地位 命里头没有尽死 没有举人 举人靠中了 尽死也靠中 真命 命运是在自己手上 自己可以创造命运的 不是一尘不变的